少奶奶回来了 娘 姐 外面太热了 周姨 到我房间来 我有话跟你说 少奶奶 喝茶 小心烫 那我回别院了 我回来 周姨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粒粒外卫靠你一个人撑着 娘 你咋那么客气呢 你没事 冬月虽然外了 但牌子还在 烫 饭可以吃不薄 但脸面还得要啊 娘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我没听明白 你看看店 衣衫不整 行为不减 哪里 哪里像个冬月少奶奶的样子吗 娘 我要是像个镇锦绍奶奶的样子 那我们全家就只有等死了 我也知道你不容易 所以我也没有像从前那样要求你 但骑马的规矩总得有啊 你这干吗 娘 你看 天也没塌 地也没现 我做得好好要怎么样 我们还是没钱 冬院还是破破败败的 爹的怨还是怨 所以娘 别讲究了 没用 我怎么就搭上你这么一个儿媳妇啊 你怎么哭上了呀 别哭 别哭 都是我不好 别哭了啊 别哭 别哭 我不好 不好 来 来 坐 都是我不好 好吗 你别哭了啊 那个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只要我震到银子了 我就规规矩矩的 行不行 那你要答应我 好吗 我现在已经给你了 你怎么看得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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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答应我不能随便在外面抛头露面 有事吗 让王世军他们去跑 我尽量 行吗 对了 难愿的事你知道吗 什么事 吴玉把所有的下人都遣散了 前天夜里一个人走了 反身能带走的全带走了 难愿空了 她去哪儿了 不知道 爹娘出了这种事 完全是我 恐怕也接受不了 说来说去都是那柳氏 害了三叔 害了吴平 孙玉周莹啊 我跟你说 女人啊 一定会行的 娘 我知道了 都知道了 记着呢 全都记着了 我先就把袜子穿上 娘 娘喝茶不 给你倒杯茶去 那天夫人又把我说了一通 还是那些花 那你敢吗 难呀 嫂子 你妹妹 我爹 我娘叫我给你送点东西来 这个是我爹给你的 这也太贵重了 这也太贵重了 都是自家圣龙泉的药材 花不了多少钱 替我谢谢你 娘 这个呢 是我给你的 这个我喜欢 今天怎么没做葫芦鸡啊 我怕做了葫芦鸡 让你想起五聘哥哥 伤心 没事 那行啊 我以后就经常做给你吃 行 谢谢你 林妹妹 那嫂子 那我走了 行 嗯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少奶奶 你怎么了 没事 你把那些药 剪一半出来 干什么呀 我们去看看老大的媳妇 好点呗 好 好